现在早上是13、14度 老李又套了一件 怕冷啊 看这边有卖花的 这边也 开了啊 本来行司打听 说早上有可能不开 这不开着呢 这个大市场挺大呀 啥都有卖的 这个西红柿怎么卖 3块5 还不错啊 一会儿啊 一会儿 荔枝杏 水果什么都有 还有瓜 海产品的 这种大虾干多少钱 65米 很好考案的 真好 这不啥都有卖的吗 还有水果 这个小果瓜 我看着能挺好 5块 挺大的 看看有没有卖海鲜的 那边有 那边卖服装的 这边卖海鲜的 一会儿买点西红柿吧 这海鲜真不少 小黄鱼 黄花鱼 这鱼挺新鲜的 这螃蟹 花螃蟹 十甲红螃蟹 这个多少钱 6块钱一斤 这一斤都充三个 嗯 小黄鱼呢 上次这是十分钱一斤 这是十二年 嗯 这个大小这么好 蛮好用 这个 我要往下拿去的 嗯 这个怎么卖 七分钱一斤 嗯 今天我也往下拿去的 这个海螺 你看这大小真的很好 嗯 那要一点 哎呀 我怎么跟你说呢 你要不信价 我就在这儿卖个麻 你看那优柔等等的 都是活的 放心吧 放心吧 你觉得什么 没有什么跳伤的 这个还丢着上的 嗯 怕死了 这个东西一死了就不好了 这个是六十 六十五 六十五 该炸的 看到一个死都没有 但是这个都是 也有母的 不是有 不是有 要给你挑 哪一刀六十元也行 你倒去的 哈哈 咱们也要贴的 我都没看着 倒四个吧 把几个穿几个 自己吃 卖鸡的 卖猪肉的 这猪肉一看那么新鲜 这刀口 这刀也快 这个猪肉怎么卖 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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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一斤 这边还有宠物市场 然后干果 什么花卉都有 海天市场 早市逛完了 现在去吃早餐 不知道这边早餐怎么样 地生面 是沈阳的特色 特色 那是三部 吃那个面和鸡架子 但是我没觉得好吃 是吧 大厦可能就只这个 是吧 刚才问了一下 那个师傅 他说大厦那边有吃的 不知道这个大厦在哪里 那咱上那边看看 刚才打听了一个大姐 说往这边走 这是北边 我们来到这都有点转向了 不知道哪是东南西北 说这边是北 细看吧 太阳从那边出来 确实是北在这边 吃饭的地儿在前面 这边小城市 感觉还真不错 挺干净的 绿化也挺好 停车的地方有的是 这边行走方便 停车真好停 到处都是停车场 大城市 担心停车 对 从天津 拥挤的城市 再来到这儿就感觉这儿 哇 太好了 一点也不拥挤 哎呀我们走了半天 没找着 然后这个扫地师傅也是说 他们说的都不是一个地方 哎不是说什么大厦那儿有 哪个大厦呀 哎呀喝洋汤 早上有洋汤吗 前面怎么样啊 前面没有别的 有个快餐那个人头部怎么样 嗯 不大敢去是吧 也没看也没看的人气 因为有包子不吃包子就 吃包子呀 你说我这出来就不愿意吃包子 这咋回事他们 他们两个人推荐说大厦往这边走结果走了半天没有 让老李找那个大众点评找一下 真怪了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不知道早餐哪有 出了一个包子铺 出了一个包子铺 这边有个什么大众早餐 太好了 这妈妈咋这么好呢 还有小餐 点心 还有蛋挞呢 粥豆椒 真好 这边太火了 早餐开始 这个叫什么水饼 水饼 我不知道什么水饼 就这么一份 走的我累的我不行 真不想走了 好吃 算了 你也不给你打个片 不知道算没算 你看这土豆丝切的可细了 咸菜 黄瓜 花生米 醋鸡 这是牛肉饼是吗 真好吃 很黏很糯 这个杂糕挺好吃 这粥是甜的 老李说了 不停在这再住一天 休息休息 这早餐明天再来 早餐真的挺好的 为了吃早餐再住一天 主要是在这休息一天 休息休息 别太赶了 它这牛肉馅表挺好吃的 大葱牛肉馅 然后这个馅特别多 皮挺薄的 吃了一口觉得挺好 你看 馅大 这个皮薄 明天来还吃这馅米 这个早餐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今天有一个结论 就是问人不如问手机 问人我们走了一大圈 到那又转回来 问手机呢 就不用转了啊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吧 感谢收看 下期见 拜拜